要從整個 AI 的應用 或者說 AI 的發展來看 我個人這邊是把它歸類成有三個 歸類成有三個要素 第一個是人才 第二個是資料 第三個是運算力 所謂人才就是說 在整個 AI 的應用 或者是說一些模型的建立 通常就是由人才去發展出來的 然後接下來你就會有一些資料 資料可能是人的行為 或者是人眼辨識這些生物特徵這些 那你這些資料把它放到那個 所謂的模型裡面去訓練它 那你才會產生足夠的辨識能力的 或者是說發展一些新的用途 再來一個是說 你有的資料跟那些人所提出來的模型之後 你要總要運算 總不能用指筆這樣算 這個會牽扯到說 過去其實這些資料一直都存在 當然說 上網之後資料的取得更容易 那 那個模型更是二三十年前就已經有了 那為什麼到了近年來 它的這個整個的發展 AI的應用或者發展 會如此的蓬勃 那主要就是因為半導體製程的進步 就是那個 運算力提高了 過去可能 要算 要整個運算的要有到結果 可能是好幾個月甚至一年的時間 那現在可能 搞不好一個禮拜甚至幾天就做出來了 那是因為運算力的關係 大家可以看自己的智慧型手機的 運算力大家可能不曉得 可能你比過去二三十年前的 不要說一般的個人家用電腦 甚至比當年的 所謂的伺服器或者是超級電腦 都來得快 來得運算力強 那這個就是說 這個三個要素裡面 AI要發展的三個要素裡面 運算力這一塊 對美國來講 它是唯一領先的 為什麼 因為在人才 中國大陸這方面的人才也很多 然後他們也鼓勵說 很多的人才 科學家或者是學生 或者企業 都往這邊去發展 往AI這邊去發展 另外一個 那資料的取得上面 美國跟 歐美國家 或者說歐美國家 跟中國這個 態度上是不一樣的 在美國呢 其實是很多的資料 都是私人企業自己取得 比如說你 上Google 你的搜尋的 一些行為 你上Facebook 你的瀏覽 你的朋友 你的這些人際網路關係 或者是你上 Amazon 去買產品 你的消費行為 都是一種資料 那這些資料 當然這些 美國的私人企業的 或者是歐洲的其他的公司 都很想運用這些 資料來做一些 演算 然後去取得更多的AI的應用 但 對於 歐美國家的工部門來講 這種 跟人權 跟隱私權有關的 其實是非常注重的 所以他們等於是在規範說 這些私人企業 你們要做可以 但是要有一定的 在規範之下 然後不能太 愉悅一些 該有的規範 甚至是像歐洲 是非常的注重 這種人權跟隱私 所以他 他等於是在跟私人企業對抗 就是說很多資料的運用 是限制的很緊的 但在中國大陸來講 他是一個 反過來的 就是 他私人企業自己取得的資料 怎麼用 其實 如果是做AI的方面運用 其實都是可以的 甚至有一些 工部門取得的資料 他也願意 支援 這些私人企業去做 比如說 有一些他們的監控系統 工部門的監控系統 得到的 影像辨識 其實他們是 很樂意提供給一些跟 政府合作的企業去做一些 人眼辨識 影像辨識上面的一些 AI的訓練跟引用 所以這會造成說 在資料跟人才這方面 歐美的國家 比如說以美國來講 他其實是 不要說領先 根本就是落後於中國 但是 唯一可以贏的 就是我講的運算力 運算力其實體現在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半導體 半導體的製程 半導體的 一些技術的 領先 就是美國現在 唯一在AI的三要術裡面 可以領先中國的